銀色休旅車打著方向燈 綠燈起步緩緩往左行駛 途中一路往前 還差點撞上一台機車 沒想到下一秒開到斑馬線時 不但沒有停下 還當場撞上過馬路民眾 事發在十號上午九點多 台南小動路雨樁進路口 當時休旅車只有注意來相機車 卻沒有注意行人 男子過馬路被這麼一撞 整個人嚇到當場轉了一圈 拿下耳機怒瞪對方 好像在說開車不看路的嗎 而駕駛也立刻搖下車窗 幫比出拜託手勢 向男子道歉 司機回到這個事發路口 不少機車通過時 也都沒有互相離讓 幸好當時男子只有輕微受傷 沒有生命危險 雖然政府祭出重罰 但行人地獄還是經常發生 而影片被PO完之後 不少網友紛紛留言 一地又是A住害的視線死角 再探一次這個離譜畫面 現在走在斑馬線上 恐怕也不怎麼安全 三線網王少宇 黃世函 臺南 參謀報導 我的 谢谢大家